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万仙之祖 而你是妖魔之辈 谁说仙只能是仙 妖只能是妖 妖要是得了事 也是万仙之祖 一派狗爷 说你到底是谁 你这辈子都别想登入圣境 妖孽 休的狗爷 你出 拿命来 玄龙圣君 我是你体内的邪孽幻化而来 我就是你的 伤了我就等于伤了你自己 孽朝 来人 参见玄龙圣君 参见玄龙圣君 刚才那个妖孽 逃至了何处 回命师尊 刚才的妖处已逃至人间 天上一天 地上一年 他画作人的名号 在人间作恶已久 你也知道 师尊 您在人间的分身陆林 妻子被保 家族遇难 如果您再晚去片刻 陆林生死 恐怕再能穿越人间 可恶 随我一起 救陆家 斩谁又 大哥 别杀我 别杀我 大哥 火车快来了 别杀我 什么 我听不见 火车快来了 别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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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大地上 火车快来了 别杀我 我堂当玄龙圣君的人间分身子会如此的懦弱 还被绑在这任人宰割 简直太屈辱了 从今天开始 陆林就是所有人的事 什么情况 火车怎么停下来了 陆林他 他没死啊 陆林 你怎么过来的 我问你 我的老婆现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别跟 废话再快杀他 去地府 问杨我 你干嘛 你 快说 不然 你和他一个下场 我说 我说 是 是楚神和楚风两兄弟 抓了他老婆 现在 应该在云州的神殿 好像要献给 玄龙圣君 什么 把我的老婆献给我 主事兄弟 我得杀了你 诸位 今日我兄弟二人 剿灭陆家妖孽 抓住了陆家的妻子 也就是这个妖女 我们 要把她献给 玄龙圣君 特此 召开此次 献祭大典 感谢各位 名门望族 武道忠师到场 接下来 让我们举起酒杯 共同 畅饮一杯 两位少爷 东海昆仑宗师 稍候前来参加祭祀大典 好 我们兄弟二人 翘肘以待 静候昆仑宗师 手持圣君天令 前来主持 宪祭大典 东海昆仑宗师 自从发布了 圣君天令之后 各大家族 纷纷响应号召 寻找着世间 拥有灵根职 只有这楚家兄弟 发现了陆林妻子 有着绝世灵根 传闻 这仙家至尊 得到的绝世灵根 可入圣境 那这楚家兄弟 就要灭陆氏满人了 手段未必有点 过于残忍了吧 哥 这个陆林的女人 在献给圣君大人之前 能不能先让我玩一玩啊 我听说 这广府的味道 和一般女人可不带一样 好 到时候 我们兄弟二人 好好玩 狗东西 放开我妻子 狗东西 放开我妻子 陆林 你 你竟然没死 是啊 他怎么没死 这帮人是怎么办事的 我不仅没死 我今天还会让你们所有人 跪在我陆家面前 磕头道歉 你现在乖乖地把我老婆 我放了 我还可以给你们兄弟俩 留一个权势 放人 还让我给你跪下 我们兄弟二人 好不容易杀了你的全家 抓了你的老婆 请了这么多人 召开这个大会 你让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给放了 这将是你傻 还是我傻 青鸟 让他永远地跪下 我的腿 我的腿 哥 我站不起来了 哥 陆林 我们兄弟二人 拿你老婆 那是你的福报 圣君 看上了你老婆的灵根 那是你们陆家 莫大的恩责 你不仅打伤了我的弟弟 还恩将仇报 此仇不报 我楚家 在云中没法混了 玄龙圣君 本罪就是玄龙圣君 我何时说过 要让你抓我的老婆 陆林 还本尊 我看你脑子是被打傻了吗 陆林这个傻子 这时候跳出来说自己是玄龙圣君 我看呀 就是这次全家被杀 脑子让自己坏了 陆林 你说你是玄龙圣君 那 你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吗 如果你能拿出什么东西证明自己的身份 在座的所有人 给你跪下磕头 是 拿出证据 师尊 你现身人间 不能显明真身 否则 凡间的陆林就会消失 陆林 你现在 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吧 那你 给我跪下磕头 好 我现在就让你知道 本尊的厉害 东彩昆仑宗师持玄龙圣君天令到 东彩昆仑宗师持玄龙圣君天令到 恭迎 玄龙圣君天令 恭迎玄龙圣君天令 恭迎玄龙圣君天令 大胆大人 看见天令为何不贵 昆仑宗师 就是他 他不仅冒充圣君 而且还打伤我的弟弟 今天 您一定要为我们讨回公道 曲曲小儿 竟然敢在神殿闹事 你可知 惹怒了圣君 你准事都不可投胎 乖乖下跪求饶 我 可祝你逃生 你口口声声的把 玄龙圣君挂在嘴边 恐怕你这辈子 都没有见过 玄龙圣君吧 我怎么可能没有见过他 我手中的天令 就是他老人家所赐 这神妖精用癞蛤蟆来伪造我的天令 盗用我的名号愚弄使人 你手上的那枚天令 分明是一只赖蛤蟆 大胆 圣君的天令 乃是众生万物的旨意 众生剑道无不照办 你竟然敢说他是 赖蛤蟆 我说过了 我就是玄龙圣君 我拥有九龙之眼 可以看破世间万物之方 陆林 我知道 我杀了你全家 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 也不用说出这么愚蠢的话 哥 你别跟他废话了 我快疼死了 快让宗师杀了他 赶紧救我呀 狂妄小儿 胆敢戒指圣君 我看你是不想要 这百年的羞恶 还敢冒充圣君 受死吧 你如你 寻悟 不 不 你 你有了什么招式 为什么圣君的金身出现在这里 玄龙圣君的金身 莫不是圣君见时辰已到 我们还不出手 天道是井 一定是圣君震怒 是这小子 但五十天 快请天令 请圣君选灵 收了这妖人 对对对 快拿天令 老道 你看那地下的天令 是什么 怎么可能 天令成了癞蛤蟆了 是啊 这天令 怎么变成癞蛤蟆了 太奇怪了 难道圣君 真的显存了 你到底使了什么咬法 你这天令 变成癞蛤蟆 我说过了 那没天令 本就是一只癞蛤蟆所编 只不过是因为你们到航太浅 文夫苏子看不出来罢了 咬你 咬你 宗师 快 快杀了他 好给成君一个交代啊 障眼法还想蒙啊 看我夺了你的法力 法将长 传闻次长 可以吸收另一个人所有的修为 我的法力呢 我的法力呢 你这法力已经被我夺走了 我现在饶你命 滚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宗师 修行上百年 不可能就凭你这么一招 就手走修为的 你这个小孽 我跟你拼了 我劝你最好放了我的老婆 不然 我就先杀了你弟弟 再杀了你 你 赶快 放了我弟弟 不然 就杀了你 你还真是找死 守辞吗 师祖小心 师祖小心 妖怪 他竟然能挡出此弹 我给够你们机会 是你们自己不知道真心 哥 快救我 他杀风了 放我出去 这难道是 九霄之上的至尊天书 传说只有圣祖之人才能开启 是啊 露林怎么会有次等法宝 难道真的被妖人所控制了 这妖人到底是何方只剩了 露林 我不管你入了什么妖术 你若敢杀我弟弟 我让你血债血偿 哥 救我 救我 我不想死 出凶 你们兄弟二人杀了我陆家 剩下一百二十个人 如今还要为了一己私欲 抓走我的老婆 这笔账 到底是谁敢让谁血债血偿 我杀你全家又怎样 玄龙圣君旨意 你家就是妖人巢穴 非将不可 我也是奉命办事 今天 我见到了你使用妖术 果然 圣君旨意不假 现在 你的老婆在我手里 你 能拿我怎么样 露林 你别怪我 放开她 你要是敢动她 我一定让你弟弟灰飞烟灭 我现在 数三个数 如果你不放了我弟弟 我就亲手杀了你老婆 三 五连 赶紧放我出去 你不敢杀我 二 雷雷你别怪我 快走 一 天书画卷与灭 魂魄交散 宠文文收尽天书覆灭之人 永世不得轮回啊 你 那个妖人 你杀了我弟弟 今天 我要杀了你老婆 师尊 这狗贼已被情注 先别杀他 留着他很有心用处 狗贼 今天你不杀我 我势必杀你 狗不杀你 但是我一个想指 就可以让你变成一只狂费子去 那 我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陆琳 我难受 没事 没事 我来了 怎么样 受伤了没有 小心 你中计了吗 去死吧 你是谁 为什么化成我老婆的模样 我老婆 真的 我乃幽冥界祖师 玄冥老祖 玄龙圣君 料事如神 早知道你会前来 让我化作你老婆模样 就是等你来镜头龙王 来 玄冥老祖 就是这个妖人 他杀了我弟弟 你可以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放心 他的内脏已经受伤 绝命之毒 立马会遍布全身 他死定了 卑鄙小人既敢按死我 一切交账 师孙 没事 拔出匕首 伤口扩大 流血过多 你会死的更快 哈哈哈哈 老林 你死定了 我看你接下来怎么复仇 是吗 你可曾听过 玄龙圣君有一招 可以采集众人的修为 这些流失了 采集众人的修为疗伤 你是在痴人说梦吗 我等修为 岂是你这凡人 说财就财 还采集他人修为用来疗伤 听都没听说过 老林 你马上就要死了 不会 又开始说胡话了吧 那就真带你的勾严好好看着 我的精气怎么被吸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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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他 他竟然 吸收我们的精气 自己的伤口 竟然癒合了 这不可能 这是什么功法 我从未见过 这就是采集众人修为而疗伤的方法 我召唤出赤色漩涡 吸取你们的精气 就是为了给自己疗伤 你们所流出的血 将是我受伤所流出血的百贝 这不可能 你怎么会有刺当功法 他到底是什么人 这种起死回生的法术 他总会吸得 我乃玄露盛军 世间兵器 难以伤我分合 以你的道行 就算是在扎我千刀万刀 也无济于事 本尊在为你们最后一遍 我老婆在哪儿 说出来 我可以让你们四个痛快 我真是喜欢看你这种 既无可奈何 又愤怒的表情 我真的好开心哪 我告诉你 就算你杀了我们所有人 我也不会告诉你 老婆在哪里的 好啊 那我就杀了你 老朵 救我 有人露练 既然冰人杀不了你 我就让你试试这个 有人露练 受死吧 小心 画骨金塔 上古无量神迹 画骨金塔 据说瓷塔专制各类世间妖魔 就算玄龙圣君被困了 也无法逃脱 困于瓷塔内的人 不出一分钟 便会化了血水 不好 我入境修炼之前 就对瓷塔有损尽的 用我修炼之前的功力 来破瓷塔 如今不知能否脱险 妖人露练 你现在已经被困入我的 画骨金塔之中 即便你是玄龙圣君 也难出瓷塔 瓷塔 乃千年之前修炼而成 另有三层外塔 又成三道法门 你不是说任何兵器都伤不了你吗 我不用兵器 今天就用这金塔 把你化为血水 一样杀你 露练 你还狂吗 看看 这是什么 待到一会儿 这里边的沙子流干 而你就会花我一滩血水 这下 这小子完蛋了 这种千年神塔 总有三层塔壁 也成三道法门 分别为阴魂塔 众生塔 和天神塔 据说 这最后一道法门 需要三界三大仙家齐聚 妨可破开 杨仁露练 正所谓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我到时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本领 师尊 我有办法 就你 你这点功力 恐怕还没碰到塔壁 就会中伤 七鸟 不要轻救我东 师尊 不用担心 我来救你出去 不自量力 露练 我看今天谁能救得了你 如果你 能安然无恙地从这塔里走出来 我就告诉你老婆在哪里 而且给你跪下来磕倒认罪 认罪 你还不配向我认罪 等我出去 我定要你生不如死 我看你现在才是真正的生不如死 等会儿 你就会化成一滩血水 慢慢地流出来 这三层塔壁 应该对应这三种破解之法 如果用冰刃硬破 必被反弹所上 那么首先 就是这英国塔 我知道了 贤密老儿 还想用本尊的金塔 来照出本尊 看我如何破塔 我知道了 贤密老儿 还想用本尊的金塔 来照出本尊 看我如何破塔 什么 你的金塔 此塔乃玄龙圣君所助诸 与你何干 陆琳 即便你功力再强 懂得破解之法 但是在一分钟之内 想破此塔 简直是天方一谈 陆琳 我看你怎么破塔 难道 用你的头吗 一分钟破塔 绝无可能 天机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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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机旋断 阴魂 破 散魂金服 他居然用散魂金服 破了塔壁上的冤魂 他是怎么想到的 冤魂消散 阴魂塔破 这第一层塔 就这样破了 这不可能 这第一道法门 世间无人能破 你竟然用一道金服就破了 破了一层又如何 还有两层 对 还有两层 你刚刚只是蒙对了方法 我就不信 你还能往前走两步 你看 这沙漏的沙子 马上就要流进 三十秒之内 你就会化为血水 这第二层是众生之塔 据说是由世间 所有凡人精气所著成 具有万钦之中 就算先借四大历史罗汉来破 你难以破开 是啊 他一人怎么能破开 这第二层塔壁 乃是众生之塔 日破此塔壁 需以圣人之限界中 血肉将合 恩赠众生 众生之塔 不 这不可能 你到底是什么人 竟有如此法术 我就是玄龙圣君 万钦之祖 勾平的玄龙圣君 我看你 就是陆家的一个傻子 被妖魔赴神罢了 没错 这陆林从小和我一起长大 绝不可能有这种本事 还有十秒 我看你这个妖魔怎么破 师尊 这最后一层 众生需要有三界大宗师 一同出现才可破解 这么短的时间 如何去请三大宗师啊 五秒 无妨 看我如何破他这最后一层塔 三 我认陆林 你马上就要化为血水 灰腿烟灭 二 陆林 你死定了 一 烧死他吧 十指的 陆林 上天吧 天地人 三清法师 谢 天地人 三清法师 谢 时间到了 你在花库金塔内 不应该要化成一滩血水 为什么 你们要化成一滩血水 为什么 这都是谁啊 元宇天尊 永宝天尊 道高天尊 三清天尊 拜见玄龙圣君 我乃邪龙圣君 三位天尊听力 祝我破此金塔 引尊天令 玄冰龙圣君 玄冰龙圣君 为什么他可以破塔 为什么 实在到了他还没死 玄冰龙圣君 你怎么搞的 闭上你的臭嘴 见到三位天尊 还不下跪 化国金塔也破 三位天尊 应当克锦举首 尽早归位 诺 你竟然 真的是玄龙圣君 属贫道 有眼无珠 最该万死 想不到 想不到陆林 真的是玄龙圣君 拜见玄龙圣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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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他绝对不可能是玄龙圣君 我们接到圣君的命令 把陆林的老婆 献给玄龙圣君 他要是玄龙圣君 那之前的那个人又是谁 我不相信 他就是一个陆家傻子 他绝对不可能是玄龙圣君 不可能 他绝对不可能是玄龙圣君 我们接到圣君的命令 把陆林的老婆 献给玄龙圣君 他要是玄龙圣君 那之前的那个人又是谁 我不相信 他就是一个陆家傻子 他绝对不可能是玄龙圣君 疯了吗 三清天尊献身跪拜 有大破画骨钉塔 他不是玄龙圣君 谁是 他是玄龙圣君 那之前 让我绑他老婆的又是谁 是谁让你们杀我全家 杀我妻子的 说 我老婆在哪儿 我不知道 圣君 我也是 受楚家兄弟蛊惑 他们假传圣君天令 传打旨意让我假扮你老婆 圣君 请饶我一条性命 少你 饶了你我陆家一百二十块人民 就能起死回事了吗 饶了你 我老婆就能无恙了吗 圣君 真的不是我 是他 是他们出家兄弟 杀了你们全家 每个人 都是他们杀的 不是我 不是我呀圣君 你个贪生怕死之辈 没错 你们家人都是被我杀的 被我杀得跟跟进进 只可惜啊 只可惜 我没能把你给杀了 出事 我老婆在哪儿 我偏不告诉你 就算你能耐再大 也找不到你老婆 哈哈哈哈 好啊 到现在你们还不知会改 那你们就一起去死吧 圣君 你饶了我吧 我有办法 让他开口 说出你老婆的下落 圣君 你饶了我吧 我有办法 让他开口 说出你老婆的下落 你有什么办法 圣君 他应该是中了那 妖人的捕获之术 只要你召唤出 他头上的三盏浑坡之火 并将其熄灭 就能还原其百姓 三盏火苗 说明就灭 撤手 我问你 我老婆在哪儿 在 无量山 无量山在哪儿 圣君 你看 他的心声又被控制住了 内灯火苗又起来了 既然吹不灭 那就动中 冰封之力 他竟然动中了 烧魂之火 我问你 我老婆在无量山哪里 在 无量山 天朝阁 无量山 天朝阁 是的圣君 明天在无量山天朝阁 那妖人将召集天界所有 仙人及修道之人 举行登入圣境仪式 到那时 若妖人进入圣境 便成了名正言顺的玄龙圣君 世间便无人可以杀他 妈妈 你是救不了你老婆的 救不了的 可恶 乾坤林宝狐 歇碎兆 上 神物 乾坤林宝狐 这个宝狐 可惜尽天地一切精华与血碎 这种宝狐 只可丢恩 未成一件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啊 我在无点 我老婆现在是此事 你老婆 当然已经死了 你老婆 当然已经死了 什么情况 他刚才说的是真是假 屏道真的不知道啊 玄龙圣君万岁 你老婆 现在 已经被圣君给吸收了 圣君 马上 就要踏入圣境 莫林 有种 你杀了我 给我个痛快 杀了你太便宜你了 我要让你永远地摊在地上 不能占 不能立 我要让你活得住口不入 杀人住心 你也会 上君 赐了我不死之身 等我饿好了 我也会杀了你 不死之身 是的 神君 他确实有不死之身 哪有你 为了赏赐他 杀你全家 刺了他一颗不死之心 你即使杀了他 他也会活过来的 琉璃 你杀不了我 玄龙圣君 会杀了你的 好啊 那我今天 就杀人有诛心 哈哈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能杀得了我 这块破石头 就是那个妖孽刺你的 不死之心 原来不死之心 就是一块破石头 不可能 明明是 不死之心 怎么可能会是一块石头呢 还我心 还你 此等铁石物 不死之心 就应该毁灭 不要 不要 还我心 这 杀人出心 这就是杀人出心 饶命啊圣君 饶命 饶命 你可以有那登天大会的邀请为说 没有 圣君 你可以拿着我这道密令 此次 登天大会的侍卫首领 是我的徒儿紫霞相姑 他见此密令 一定会誓死为圣君效果 师尊 无量杀我先去 有危险时 我再换你 是 禀圣君 您要的女人已经带到 好 天节降临了吗 还没有 您先在此暂避 等天节一过 您再出关登天 好 等等 您现在化作青鸟模样 青鸟是玄龙圣君的贴身敬畏 你以此形象出席 众仙家 必定听命于你 你别跟我来 救命啊 不要再叫了 再叫也不会有人来见 您我马上就要合二为一 而我也即将登入圣经 救命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我等修炼千年 今日会基于此 看玄龙圣君登天入圣境 真是荣幸之极呀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借此机会 你我 说不定还可以蹭得一点功德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站住 你是可不可派 可有入场先输 无门无派 无入场先输 既无门无派 又无入场先输 还不麻料滚下山巨 对 滚下山巨 不然斩几天 哎 老子跟你说话 你没听外事吗 中大废什么话 先杀了再说 滚 滚 你 你敢擅闯登天大会 你的话就是弄你 我拿跑 来人 救命啊 住手 敢在登天大会上行凶 我看你是活腻了 子牙先生 这个人 无阻场先输 就要应闯登天大会 还杀了咱们的人 登天大会众仙必至 你敢暴力擅闯 侮辱先门 受死吧 且慢 你就是自下仙姑 正是 你想要跪下求饶吗 求饶 你师父玄冥老祖见了 我都要下跪 又何况你一个小小的仙姑 你 你侮辱先门 侮辱我 我必要杀你 你可见过此令牌 师父的令牌怎么在你手里 你师父玄冥老祖 把此令牌给我 让你助我进洞斩杀奸人 重整天天 助他重整仙剑 没搞错吧 他一个凡日如何重整仙剑 况且里面即将召开登天大会 难道他是破天劫之人 师父应该是选中了破天劫之人 特将令牌给他 想什么呢 好 我定祝您重整仙剑 您随我来 仙姑 他 闭嘴 看好你的门 再出乱子我杀了你 马上就要开始了 您随我来 raum volcan 青鸟 它怎么在这 诸位先长 感谢各位的到来 玄龙圣君正在洞内度节 让我代为主持 下面登天大会正式开始 让我们向圣君行跪拜之礼 恭迎圣君 恭迎圣君 台下何人 为何不跪玄龙圣君 台下何人 为何不跪玄龙圣君 这位兄弟 为何不下跪 这人是谁 众仙都跪 他为何战力不跪 无名小辈 不知死活的东西 见了青鸟大人 犹如见到圣君真身 看来 他是真的不知道青鸟大人的厉害 我若下跪 没人可以受得起 天尊见了我都要跪拜 岂有我跪拜他人的道理 狂徒 我带你上来参加大会 非但不败 还敢侮辱天尊和众仙 慢 小二 你不过区区一介凡人 你的跪拜之礼 我们众仙有何受不起 我陆林除了跪拜过父母之外 再无跪拜过任何人 狂徒 玄龙圣君 乃是万仙之祖 受你一拜 乃是天经地义 我们众仙家也当受你一拜 好啊 台上之人 我若敢拜 你敢受我 我玄龙圣君 乃万仙之祖 众仙对我跪拜 我若拜了 受拜之人非死即惨 狂徒 你只管拜 不然 让你有事不都轮回 那你就站稳了 一拜日月 惊雷动 这天结 难道要天前降临了不成 为何突然天降惊雷 是天结 还是天道事情 天空为何突然出现惊雷啊 这是为何 我就说你受不起我一拜 这正是天道对你的事情 放肆 你不过区区一个凡人 怎会影响天道乱了劫兽 分明是你出现在这登天大会 犹如仙门 还不速速跪下祈求原谅 好啊 二拜天球 出来后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真是杜劫之人 可是天雷为何不逼他呢 不可能 为何又有惊雷劈我 肯定是他 态度傲慢 心术不正 引得老天 屡下惊雷 说不定是天道试炼 圣君若想登天 需要经历磨难方可蜕变 这几道惊雷 说不定也是对青鸟大人的试炼 没错 这一定是上天对我的磨炼 区区几道惊雷 请劈得我浑身通透 感觉功力都有所提高 恭喜青鸟大人 获得老天的试炼 还真是愚蠢啊 你怕不是被雷劈傻了吧 你住嘴 这是上天对我的青睐 你一个凡夫俗子又怎会懂 还不赶紧跪下朝拜 好啊 我这一跪 你可就不只是吐血这么简单了 小心灰飞魄散 死在当场 别再吐出狂言 你倒是快跪啊 天劫 这是要发生天劫 天劫要提前降临了不成 是谁 到底是谁冲怒了天道 到底是谁冲怒了天道 各位 我要跪下了 我这一跪足以让它升天 小心点大人 不能让它再跪了 再跪下去 我就要献原刑了 不 不用再跪了 我这只是单系跪地 我还没有双系跪地呢 不 不用再跪了 青鸟大人 今日天道 不停示警 甚至天劫 欲提前降临 定是这凡人 在此不断捣乱 一误了天使 没错 自从他来了之后 就一直有祸事发生 也许说不定 是你身上带了不干净的东西 让我用这千年照妖神镜 一照便知 我的照妖神镜怎么碎了 照妖神镜 乃上古神器 可以照穿这世上一切邪罪之物 今日一照 怎么就碎了 他究竟是何人 竟有如此大的能耐 真是重整仙界之人 你来这登天大会到底是何居心 你究竟是谁 我乃玄龙圣君 说 我妻子在哪 什么 你说你是玄龙圣君 你是玄龙圣君 怎么可能 圣君明明在屋内 你究竟是谁 玄龙圣君 乃是万仙之祖 你个小小的凡人 好大的胆子 也敢用圣君的名号 他说他要找他老婆 难道 他就是陆林 他不是死了吗 怎么今天出现在这里 不行 我得赶紧杀了他 以免圣君责罚 小儿 你竟敢盗用圣君名号 难怪刚才天道平平市井 来人 将死人就地斩杀 向老天赔罪 这人说话时眼神飘忽不定 一定是在隐瞒说谎 苏宁一定在这 我再为你一遍 我老婆在哪 否则 别怪我学习会场 明顽不灵 将此人乱过打死 还有谁 你用一招 就将六大战将打败 这凡人怎么这么厉害 六大战将功力盖世无双 他仅仅只用一招 就把他们打得站不起来了 太厉害了 太不像话了 目无仙家以下犯上 还敢打上鲜味 我再说一遍 我老婆在哪 我再说一遍 这里是登天大会 没有你的妻子 小子 你妻子算什么东西 你竟敢跑来这里 扰乱我们的登天大会 还打伤了鲜味 今天你走不了 砸碎 你这个什么东西 也敢辱我老婆 给我死 放开我 知道我是谁吗 我乃仙剑剑宗 我门下的弟子 遍布天下 好厉害啊 门生弟子遍布天下 我今天 就让你当着天下门生的名 磕头道歉 快放了剑宗 等下他的门生来了 你就死定了 我看谁敢来 放开我家师傅 放开我师傅 狗尔曼 杀了他 对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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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蝼蚁 即便你叫来再多的人 也是死狂啊 我这六名徒弟 个个都是明板天下的高手 每人名下徒弟千余人 我看你 一个都打不过 没错 这剑宗无名手下六名高徒 个个都是宗师级别 今日能见到 真是三生有幸啊 老二 就你们这些人 还不够杀的 你说我太甚 倒是与我六个弟子过过招啊 不知死活的东西 你们是一个一个来 还是一起来啊 不论是一对一 还是一起上 你都没有胜算 不过 就是死得惨不惨罢了 好啊 那你就准备好六口棺材 给你的徒弟们收尸吧 那我就让你 错骨扬灰 死无葬身之境 徒儿们 上 把他给我 气骨纷肉 这剑宗无名的徒弟 果然名不虚传 这小子死定了 是啊 现在他可骑虎难下了 师兄 这第一剑 你先来 师弟 你先来 对付这种烦人 就不要太前让了 还等什么 一起上 黄豆 会有办法了 请慢 怎么 打不过要认输吗 还不乖乖跪着地上 可逃寿死 还不一定是谁先死的 不出一个回合 我让你人头落地 好啊 那就看看 是谁的人头先落地 撒斗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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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切烦人 怎么会上古的顶级仙术 师父 这 这怎么回事 一把洞子掉在地上 怎么变出这么多人啊 这都是他的坏术 你们不用管 你都给我上 你都给我上 废物 一群废物 连一群斗子变的士兵都打不过 真是丢剑宗的脸 他现在已经跪下了 你们在场的所有人 我要是还不知道我老婆的下落 你们就全得死 你到底是谁 我说过了 我就是玄龙圣君 万歇之祖 你们的祖宗 他一个小小凡人 怎么可能是玄龙圣君 可是他刚才用了上古的仙术 撒斗成兵啊 今天在场的所有仙家 可无人会此处啊 莫非他就是玄龙圣君 那坦内的究竟是什么人 不好 在场已经有人相信 他是玄龙圣君了 我得出面杀杀他的锐气 在场的各位仙士 你们有人相信 他是玄龙圣君吗 以各位的道行 难道看不出来他是妖是仙 刚才他用的明明就是障眼法 障眼法 可是 这 明明是 真刀真枪啊 明须道长 我看你修为还是太浅了 你也出现身 这 刚刚的士兵 怎么都变成了 癞蛤蟆 和乌龙 原来刚刚的士兵都是这妖人用的障眼法 差点就相信他是真的玄龙圣君了 一花芥末之法 把我的士兵都换成了毒物 着实被逼 看来不让你这假青鸟献出原形 是不行的 妖人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现在技法败笼 还不快快生死 雕虫小技 搬门弄服 你用的才是障眼法 迷惑了众人 甚至 就连你都是障眼法所逼 胡说八道血口喷人 在场的各位新家都法力无边道行不浅 他们能看不出来谁用的是障眼法吗 青鸟大人说的没错 你分明用的就是妖术障眼法 蒙骗众人 对 蒙骗众人 居心叵测 妖人 我看你来登天大会找妻子是假 血衣破坏才是真的吧 生你 你假冒青鸟之名 为非作胆是非不分 蛊惑众仙 颠倒黑白 甚至 还与冒充我名号的人抗谢仪器 看来 我不能再给你留任何情面了 情面 我们众仙家几番劝你 现在我都还没有出手杀你 就已经是给你情面了 你还在这里嚣张叫嚣 好 那你就卸身吧 捆摇锁 它怎么会有捆摇金锁 这是只有仙家才有的法宝 用一条假的捆摇锁就想蒙骗众人 假的 七鸟大人 你怎么知道他手里的捆摇锁是假的 捆摇锁锁住之人 十秒之内必定会原形乍现难以动弹 看我如何破 死到临头 还在自欺欺欺人 等你献出原形 定当宝石当场 清明道士之徒 拿命来 什么 他竟然挣脱了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明明用的就是妖锁 快来保护青鸟大人 这个妖人 剑技没有得逞就杀人了 被逼妖人 鬼剑没有得逞就让杀我是吧 众仙在此 你有何能耐杀我 捆妖锁是假 心以功力是真 你没了功力 看你手上的蛇鳞是什么 不好 就败路了 蛇 蛇鳞 青鸟大人 你身上怎么长了蛇鳞 怎么可能 捆妖锁不是已经断了吗 你究竟用了什么诡计 你说 我妻子在哪 你的妻子 现在已经被主人享用了吧 可恶 蛇鳞 蛇鳞一灭 还有谁敢不服我 这怎么可能 青鸟大人 怎么可能是蛇鳞啊 什么情况 你到底生了什么法 天法 假冒他人之名 自有天法严惩 天雷永动 天狗十月 天杰 天杰要来了 一定是你杀了青鸟大人 才要遭受天杰 你闯了大话 让上天如此震怒 天神震怒 天神震怒 就这天杰降临 你我都灾截难逃 看 看 天怒已经来到屋内 快 快想办法破截 天杰 天杰即将降临 你可有办法破截 我对破截没有任何兴趣 我只想找我老婆 站住 如若你不能破截 我定杀你 站住 如若你不能破截 我定杀你 杀我 你有那个本事吗 试试看 先借卫军都尉 青鸟救驾 参见师尊 属下救驾来迟 罪该万死 青鸟大人 什么 他到底是什么人 这个青鸟怎么复活了 青鸟大人 你不是被他杀了吗 他怎么又活了 快 快杀了他 你说什么呢 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你是个什么东西 他是谁你知道吗 他 他不就是一个 要扫天谦之人吗 黑杆顶嘴 黑杆顶嘴 我告诉你 他就是万新之主 玄龙圣君 只赏天地 今天在场的所有人 统统有罪 统统打入天牢 他竟是玄龙圣君 这 这怎么可能 他还真是玄龙圣君啊 我不相信 他怎么可能是呢 一个小小凡人 玄龙圣君明明就在玄修 他绝不是玄龙圣君 青鸟大人 你是被蒙蔽了呀 宁晚不领 你们还真是一夫该死 青鸟 立刻血洗集谈 一个不留 至于那个冒牌的玄龙圣君 我会亲自进去杀了他 血洗集谈 圣君大人 我相信你是玄龙圣君 你饶了我们吧 饶了我们吧 你是玄龙圣君 那我试试 玄龙圣君 圣君出关了 天界要大变了 小孽 总算是把你等到了 师尊 泰迪就是你的邪念分身 我替你杀了 等等 此人功力高强 你不是他的对手 玄龙圣君 这里有一个凡人 自称也是玄龙圣君 快杀了他 陆林 你扰乱本尊登天入境 该当何罪 你冒充我的名号 杀我全家夺我妻子 你该当何罪 我该当何罪 我是玄龙圣君 而你 只是一介凡人 岂有凡人 混罪圣君的道理 小孽 我今天定让你卸出原形 这小子 怎么也会多混账 怎么两人的招式 一模一样 难以置信 究竟谁才是玄龙圣君 你怎么也会多混账 你的功力 现在怎会如此之强 我是玄龙圣君 你会的 我当然会 你不会的 我也会 他们谁才是玄龙圣君 这种对决 从未见过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这天下 竟然有两人会此招 妖孽 我是仙 你是妖 我才是玄龙圣君 你冒充我的名号 在人间行恶 今日 我定要你魂飞魄散 死在当场 可恶 我打伤了你 为何我会受伤 好 陆林 你我本是一体 你杀了我 就是伤了你的自己 你是杀不了我的 你杀了我 你自己也会死 伤口愈合之术 无需发功 自动愈合 这招 在世间无人可会 即便是玄龙圣君也不会 他怎么就可以啊 你们看这个烦人的伤势 为什么还没有恢复 你怎么会伤口愈合之术 一分钟足够 一分钟足够 是吗 是大鼎 你怕是三分钟之内破不开吧 上部清鼎 鼎上还有电流 踢破此鼎 还有历经三道行间 三分钟之内破鼎 还真是有难度啊 想救你老婆 只有破开此鼎 是你 把我老婆放出来 不然我弟杀了你 那你就来试一下 踢破此鼎 需经历三道天雷 也称三道天劫 经历完天劫之后 此鼎方可打开 师尊 我来替你 这三道天雷劫非同悬长 分别为烽火雷 霹雳雷 射魂雷 每一道都可以让经历之人 化为尘埃 那您更不能去了 露雷 你若不去 你老婆可就没命了 妖孽 你等我破开此鼎 定定你斩杀 只怕你经历一到天劫 就会灰飞烟灭吧 小子 你死定了 谁死还不一定 师祖小心 师祖小心 他居然有雷弓青铜伞 第一道天雷一破 雷弓青铜伞 你竟然用雷弓青铜伞 破了第一道烽火雷 这怎么可能 他一个小小凡人 怎么会有如此神迹 他竟然挡住了 不可思议啊 他是怎么能想到 这种办法来破解天劫的 前所未闻 前所未闻呢 还有两道 你的雷弓青铜伞已破 我看 你还有什么手段 应对接下来的两道天劫 我能破你一道 自然也能破你另外两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就让我好好看看 你还有什么办法 第二道雷要来了 这道雷能量更加强大 这下他死定了 震灰招 震灰中附体 雷被挡住了 这还能挡住 师尊 你没事吧 没事 神中附体 好手段啊 可惜 你内力用剂 五脏聚损 活不了多久了 这震灰中附体 要想被召唤出来 需要自伤经络 折损寿命与修行才可 可谓是自杀呀 那他怎么也不可能 过这最后一劫 没错 这最后一道天雷 定当会把他轰得粉身碎骨 露灵 从此之世间 就只有一个悬楼胜君了 哈哈哈哈 你做梦 看好了 露灵 省天吧 露灵 省天吧 怎么回事 为什么天雷 会批圣君呢 怎么可能 为什么天雷 不批你 把命有啊 这叫轩云盾法 防御就是进步 可以抵御 并反噬世界一切的能量 怎么样 这一雷批的你如何 好卑鄙的手段 我 我杀了你 烧你 我先留你一命 待我救出我妻子之后 我定战你 宋宁 回来了 你没事吧 不好 你天雷怎么这么多遗憾之气 怎么 想走 闪开 等我这死 只怕你还没有走多远 你老婆就已经死了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老婆的皮肤不变成青丝 你做了什么 你老婆 我 是万年难得一遇的良药 我只是 采集了她的一些气血 现在 她已经身中寒毒 难以自解了 哈哈哈哈 青鸟 替我杀了她 怎么回事 你不是刚造手的雷剑 怎么可能功力这么强 这还要多谢你老婆了 我只是用了她的一点灵气 我就成就了不死之事 小妮 立马救妻子 不然我杀了你 你不是神通广大吗 你老婆我已经还给你了 该怎么救 那就是你的事了 她受了这般苦寒之气 气血全无 怕是救不活了 世上 无任何仙人可以救的 有你 我老婆要是死了 我定让你灰灰烟灭 是吗 那你倒可以试试看啊 谢顾 帮我照看一下我妻子 妖孽 拿命来 你怎么看她躲得过 可恶 怎么进攻她弄弄拦下 根本找不到破绽 多黎 你我本是一体 你打我 就是左右手护搏 你是杀不了我的 此样乃是青蛮化作而来 蛇最怕什么 怎么 多黎 你是害怕了 我看你是不敢出招了吧 你就算是在打我十招百招 你也杀不了我 我明白了 蛇最怕火 怕烟 你别高兴的太早 你马上就会死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 是谁先死 地活掌 流血了 原来你怕火 世尊 他受伤了 他就是你的分身 只要乘身攻击 他就会受伤 不好 露出破绽了 哪里走 玄龙圣君 怎么被定住了 至高之人 怎么可能被定住 世尊 快 让他献原形 陆连 你抓住我又怎么样 你是杀不了我的 你杀了我 你老婆也会死 还在危险我 还在罪影 那现在 我就让你献出原形 让众人看看你的秘口 献身 怎么献身 玄龙圣君的真身 就是圣君本人 还能怎么献身 诸位看好了 不要 看看你们面前的 这个玄龙圣君 到底是何方妖孽 阴风大旗 妖王爷 要献身了 快 快看 他的脚变了 蛇妖 蛇妖 玄龙圣君怎么变成蛇 妖了 完了 世间要完了 神妖 你也献出原形 现在告诉我 该如何救我妻子 我可以祝你转世淘汰 要不然我就把你封印在此 让你有事不得翻身 陆林 想要救你老婆很简单 就是杀了我 杀了我 你老婆就能醒过来 而你 也将永远无法登入圣经 不入圣经又如何 像你这等妖孽 留在世上只是祸害 杀了你 才是替天行道 是吗 杀了我 你所有的修为 都会付诸一句 就算不死 也会变成一个 蝼蚁一般的烦人 小废话 实在不可 你们本是一体 你杀了他 自己不死也会变成烦人的 他现在修炼你得道 功力与你相当 杀了他 如同自费修为啊 你徒弟说的没错 杀了我呀 杀了我 不仅你会变成烦人 你老婆 也不一定会醒来 小妮 你敢威胁我 我就喜欢看你这种 看不惯我 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实话告诉你吧 你老婆的灵气 可是得道升天登入仙境的 必备药材 真是美味至极啊 这女人的灵气 真有这么神奇 嘘 莫要高升 有你 你还真是找死 无能狂怒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 好啊 现在就杀了我 杀了我 你也会一起死 杀了你 我绝不后悔 师尊 不可杀他 杀了他你也会殒灭的 好 那我就用我万年的修为 把你封印在此 让你永远无法再见天日 不要 不要放映我 师尊 师尊 小心 陆林 我才不要被封在山中 我要赖在你的体内 成为你的邪恋 我也是你摆脱不掉的邪恶力量 小妮 别不出来 想要我出来也很容易 当你要用我的时候 我就重见天日了 他 呃 这个蛇妖进入他的体内了 原来这个凡人 真的是玄龙圣君 真是更有未见的 原来这个叫陆林的 真的是玄龙圣君呢 为了重伤 为了一个凡人 竟然不惜废掉自己的万年功力 真是让人钦佩 让人景仰 陆林 你若想要完全杀我 就只能自杀 这样 我就能永远消失了 陆林 你的妻子醒了 苏妞 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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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在 抱紧我 苏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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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气血浩尽 需要书写和旧纸 我知道南海荣家 有意酒软仙丹 让你的妻子服下 或许可以得救 是吗 是吗 那就谢过自杀先过 不知可否带我前去 不好意思 我还需要回一趟门派 这个是南海荣家药铺的地址 还劳烦您自己前往 也好 亲娘 把你师母送到南海最好的医院 我去取仙丹 是 但是师尊 您现在身为凡人 无产无业 我这里有一本一亿支票本给您 好 好好照顾你师母 美女 你身上好香啊 要不 让哥哥我玩一玩 救命 别叫了 你再叫也没有人救了你 要不蹲下来让哥哥爽一爽 说不定 我就能放过你 放开我 别挣扎了 越挣扎我也兴奋 来吧宝贝 好 混蛋 大哥 救救我 小子 别多管闲事 赶紧滚蛋 大哥 他要侮辱我 你快救救我 我要是管了呢 哥 救救我 小子 别多管闲事 赶紧滚蛋 大哥 他要侮辱我 你快救救我 我要是管了呢 好狂啊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大哥 小心 想活命的话 赶紧滚 好 你等着 我记住你了 哎 管车会发生之后 对付一个臭流氓都那么费劲 哥 你没事吧 没事 参见容小姐 属下来迟 还望恕罪 恕罪 你再来晚一点 本小姐的清白都被玷污了 多亏有这位大哥相助 我才没事 赶紧给大哥鞠躬 大哥 多谢了 没事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哎 哎哎哎 你还没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陆林 再见 陆林 这个人真奇怪 哎哎哎哎 干嘛呢干嘛呢 我们药馆可不接待衣衫不整之人 快滚出去滚出去 我哪里衣衫不整啊 再说了 我来买药和一路打扮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这可是南海荣家的药馆 南海荣家是南海首富 药馆里的药都是来给名门望族的 你个臭药饭的 买得起没 我怎么就买不起了 我就算是把你们药店所有的药买下来 我也买得起 把我们药店所有的药都买下来 你是喝多了吧 我们这里不欢迎醉贵 出去 不服气是吧 想打架啊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狗也开了地的东西 住手 掌柜的 这个臭药犯的赖在咱们店里不走 把它撵出去吧 你来这里干嘛呢 当然是来买药的 买药 你个臭乞丐 买什么药 穿着破 难道就不能买药了吗 对 穿着破就不能买药 我们不卖穷人药 我带着钱为何就不能卖 你们开药店 不就是为了救人吗 我今天一定要买 你还带着钱来了 你钱带够了吗 你 药铺救人不假 救的是贵人 不是你这种贱民 掌柜了 咱们别和他废话 把他打出去不就完了 住住住住 住手 小姐 这有个疯子来的要出老剑 瞎了你的狗也 什么人你都敢驱赶 就是我的贵人 我的救命恩人 它就是个要贩的 转斗破破烂烂 怎么可能是你的贵人 小姐你是不是搞错了 还敢盯嘴 你还敢盯嘴 我说是就是 这位先生就算穿成什么样子 我都认得 你说是就是 您说是就是 现在你们两个人 赶紧给陆公子咳妥道歉 陆公子 陆公子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俩油盐不是太神 请你恕罪啊 好了 陆公子 这家药铺是我爸爸开的 也是我们家的 你要买药啊 对 和妻子含其功悉生死有关 急需你们荣家的 九转仙单救命 你要买九转仙单 对 只有你们荣氏的九转仙单 才能救我妻子的命 对了 我有钱 你只管开价 其实你的钱 能买下整个南城 也买不到九转仙单 其实你的钱 能买下整个南城 也买不到九转仙单 听到了吗 再有钱 你也买 轮到你说话了吗 但我要怎么样 才能得到九转仙单 这九转仙单 是我家祖传的 我爷爷一直是他为珍宝 学不外传 那 不能见老爷子一面吗 好 我这就带你去的 不好了小姐 老爷子突发热情 先走了 什么 爷爷 爷爷 才会面子发黑 屋子里引起还如此之重 怕是中了什么血骨之术 只是现在被废了休息 难以发功啊 你爷爷面子发黑 而且引起之重 怕是中了什么阴谋之术 胡说八道 老龙虾 逢神奇虾 哪来的阴邪之气 没错 哪来的叫花子 在这儿直瞅画脚 奶奶 黄药师 这就是我之前跟您说过的陆林 是他在胡同口 帮我赶走混混 也救过我的命 哎呀 这是两码事 这治病救人 他懂吗 这些事啊 还得黄药师来 对 授业有专攻 黄药师 那你快看看吧 好 这种褶座 怎么可能是点两下 学位就能恢复的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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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是点两下学位就能恢复的 爷爷 黄药师 我爷爷怎么没有呼吸了 哼 我帮他清理了穴道 他吐出了阴血 小姐 稍等片刻 他便可以完全恢复 对啊 黄药师说的有道理 常言说病来如山倒 病走如抽丝 稍等一会儿 你爷爷就能醒过来了 再等 还是要准备丧尸了 大胆 你敢诅咒我夫君 我看你是活地了吧 小子 容老爷子已经被窝给治好了 只是你有眼无珠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从我的胯下钻过去 我可以在容家帮你美言几句 留你一条生命 你确定你是救了他 而不是杀了他 我当然是救了他 他都已经没有了呼吸 你还说你是救了他 我说过 稍等片刻 他便可以恢复 好 容小姐 你现在看一下老爷子的手 是什么颜色 说怎么这么黑啊 黄药师 我问你 你说逐渐好转 为什么身体的颜色会和尸体一样 你还说你没有杀他 你说我是谋杀 那你能救过来吗 只会在这指手画脚 我不想你不能 不能你在这刷个屁啊 但是我可以抢来神仙来救他 你说我是谋杀 那你能救过来吗 只会在这指手画脚 我不想你不能 不能你在这刷个屁啊 但是我可以抢来神仙来救他 陆连你知道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你一个凡人 上哪去请神仙啊 灵儿在哪找他这个疯子 你也都快不行了 他他还在这开玩笑 我看他呀是真的疯了 想出这么奇葩的办法 来人哪 把这个疯子给我赶出去 请慢 过三十秒 三十秒的时间 我一定可以救回容老爷子 够了陆大哥 还三十秒 你还想戏弄我们三十秒吗 狂徒 你要是自己不走出去 被我们扔出去 可就不好看了 快来人 把这个疯子给我架出去 青鸟 鬼是永难 还不来救 你拿着什么玩意儿 拿着手电筒在那照什么照 闪光灯啊 兄弟 等着瞧吧 陆连 陆大哥 你现在出去吧 我爷爷不用你救了 听到了没 他让你赶紧滚 哎 青鸟来迟 请施遵恕罪 青鸟来迟 请施遵恕罪 玄龙圣君 督君护卫 青鸟 什么人从天而降 他真能撑来神像 青鸟 这位是荣宝生 他装了阴邪之气 快撑不住了 你快救他 遵命 师尊 他已经好了 爷爷 爷爷 你感觉怎么样了 我感觉到 空闲的 舒畅 黄小师 您还有什么好说的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请来青鸟大人 爷爷 这就是陆林 是他请来青鸟大人 帮您治好了病 先前他在胡同口 还帮我打走混混 也救过我呢 陆先生 你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 我荣宝生 谢谢你了 老爷子 不必客气 真不好意思 都让我有氧无珠 务实真神 还望您见谅 别见怪 陆先生 我荣家乃是南城的第一富豪 你要什么 尽管说 我绝对满足你 是这样 我妻子现在为戴咱戏 需要你们荣家的九转鲜丹来救命 不知道 这九转鲜丹 能否卖给我 多少钱都可以 是这样 我妻子现在为戴咱戏 需要你们荣家的九转鲜丹来救命 不知道 这九转鲜丹 能否卖给我 多少钱都可以 九转鲜丹 那可是我荣家的川家之宝 可令人起死而生 等天如今千亿万亿难卖 那我该怎么样才能得到九转鲜丹 陆先生 你是我家救命恩人 这九转鲜丹 我送给你一分钱都不要 来人 拿九转鲜丹 什么 送了 这九转鲜丹无价值了 怎么就送给这个穷小子了 老爷子 这太贵荣了 你一分钱不要也不合适了 这样 你出个家 陆先生 我执意给你 你就收下 如能救夫人一命 也算是我荣家报答你了 那 我就谢过老爷子了 师尊 这下师母就有救了 亲娘 随我回云州 那 陆先生 叫我这小孙女 随你一起去吧 服用仙丹是 许她运功 条理 方可有效 那 麻烦荣小姐了 不麻烦 之前你不也救过我吗 咱俩两清了 陆琳 她吃下这九转鲜丹 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你不用担心 醒了 醒了 陆琳 以后有我在 不会有人在欺负你 陆琳 你难道 连句谢谢都没有吗 啊 谢谢荣小姐 这家人的药费欠了多少天了 给我把这帮穷鬼给我赶出去 这家人的药费欠了多少天了 这里是私人医院 不是你们这帮穷鬼住得起的 给我把这帮穷鬼给我赶出去 是 不看谁干 你们凭什么感人 呦 这小娘长得不错呀 啊 滚开 你们这一家 站着这间房几天了 现代卡上 已经欠了十万块钱了 赶紧把战锅结清 然后滚出去 明白了吗 区区十万块 你就驱赶病人 你配穿这身衣服吗 算了 路里 我已经行了 我们走了 我们要是不走了 不走也行 你们现在已经欠了十万块钱了 之后这里 每住一天 是三万块钱 路里 我算了吧 我们家没有那么多钱了 我们走吧 不 我没有钱 就算是在这里 住一晚上要三百万三千万 我们也能拿得起 好大的口气啊 先把钱的账给结清了 这会儿呢 这些 是一千万 足够我们再住一年了吧 假的 哭小孩呢 老子要的是现金 现金明白吗 假的 你拿着这些支票去银行去换 看能不能对出钱来 少在这给我演戏 老子说是假的 他就是假的支票 现在立刻 把钱给我补上 要不然 把你老婆 抵钱也行啊 我看谁敢 你少在这给我演戏 老子说是假的 他就是假的支票 现在立刻 把钱给我补上 要不然 把你老婆 抵钱也行啊 我看谁敢 哎 少干的废话 我上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放开我妻子 放开我老婆 放开我老婆 放肆 你什么人哪 你也配知道我的名号 给我上 你 你到底什么人哪 十尊 属下来迟 还请恕罪 别杀我 别杀我 石英你 饶了我吧 别杀我 杀不杀你 我说了不算 大爷 我永远不是天山 我错了 大爷 我错了 你饶了我吧 陆林 杀了他 他如你的妻子 绝不能忍 杀了他 杀了他 狗东西 看如我妻子 伤我家人 秦娘 杀了他 师尊眼睛怎么变红了 难道被邪念控制了 遵命 谁敢在我的医院杀人 谁敢在我的医院杀人 heart 院长 你可来了 他们住院不给钱 而且还杀了我们的人 你们是什么人 住院看病不拿钱 还想动手杀人 我何时没有给钱 或明明给了你支票 院长 你可别先他说的话 他给的那些支票 都是假支票 他一个穷人 怎么可能拿了出这么多钱呢 狗野看人帝的东西 就你这样的人 也配行鸡 青鸟 杀了他 先别急着动手 把你们的支票拿给我看看 如果是真的 你们再惩罚他也不吃 好啊 如果支票是真的 就让他跪在我妻子面前磕头道歉 如果是假的 你就跪下 从我裤腾下钻过去 青鸟 把支票给他看 怎么样院长 假的吧 我就说嘛 你一个穷人怎么可能拿出这么多钱 赶紧跪下 然后从我裤腾下钻过去 快点 你个蠢货 这支票是真的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这些废纸 怎么可能是真的支票 院长 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支票是全球银行公认的 独有之物 非常牺牲 各国首领才能持有此支票 像你这种人 又怎么可能见过呢 现在跪下给我的妻子磕头道歉 现在跪下给我的妻子磕头道歉 快去 苏小姐 苏小姐 我错了苏小姐 饶了我吧 苏小姐 陆林 你放他走吧 我没事了 刚才好像被邪逆过险 说出的金东是些杀戮之词 谁要 你好可恶 喜好 有苏宁让我恢复神志 好 说你一名 滚 我滚 这些 小姐 快把他滚 滚 滚 老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给你添麻烦了 以后您夫人在咱们医院病房随便住 进阶着我们跟医院夫人 安排了个全身检测体检 希望你们接受 你尽快放心 那就多谢院长 夫人客气了 好 这间病房要派安保严家看管 不容有半点试试 是 老先生 我一定会加强人手看管 嗯 你会一直陪着我 对吧 放心 我会一直陪着你 十尊 我有事情和你说 说吧 还是出去说吧 苏宁啊 我和金鸟出去一下 容小姐 那就麻烦你帮忙照看一下 好 放心吧 亲娘 叫出来有什么事情 唯禀师尊 自从蛇妖被斩 您成为凡人以来 群先无首 妖戒之门大开 天地 一片混乱 什么 亲娘 叫出来有什么事情 唯禀师尊 自从蛇妖被斩 您成为凡人以来 群先无首 妖戒之门大开 天地 一片混乱 什么 难道你没有阻止 属下和众心难以抵挡 现在 许多仙界祖师 皆被这个 名为青毛师王的妖孽所杀 青毛师王 这出事不知 玄冥老祖 作下神兽吗 怎会如此厉害 青毛师王 一日趁玄冥老祖禅 将其吞噬 现在 整个玄冥派 都在青毛师王的掌控之中 就连仙界 也快归之于他手了 就此等事情 看来我成为凡人之后 发生了很多事情 是 自从玄冥派覆灭 玄冥老祖的大弟子 紫霞仙姑便逃了出来 光洒英雄铁 希望天下诸神可以帮助他 重新光复门派 杀了青毛师王 师尊 您愿意出手相助吗 我与世民凡人 这世间的蒸杀 再也和我无关 我只愿陪着我的妻子 平平安的就好 可是 师尊 就算你再是凡人 也是玄龙圣君 这天下需要你呢 只怕 就算你不出手 一些恶人 也不会放过你的 够了 你不要再劝我了 我先回去了 苏妞 师尊 这有张纸条 你看 苏妞 师尊 这有张纸条 你看 上面的落款处 是以三角符号 这符号是全民派留下的 一定是青毛师王 抓走了您的妻子 这 这是经理的笔迹啊 敢躲我妻子 我一定杀了你们 师王殿下 陆林的妻子 已经连找到 哈哈哈哈哈哈 不错 这女人就是陆林的老婆 有了她 我就能统治仙界 成为新的圣君了 哦 对了 这臭婆娘 给你吧 放开我 恭喜师王殿下 谢谢师王殿下 可是您答应我出头气呢 放心吧 我已经派出林须道长 这样的高手去杀她 她现在一介凡人 毫无还手之力 林须道长 那可是大长老啊 她现在也听命于您了 哈哈哈哈 这天地间 还有谁 不听命于我呢 哈哈哈哈 太好了 陆林那陆林 真要怀你死定了 陆林 你帮他 陆林 陆林 还有谁来来救你 你这样会遭报应的你 啊 哎 你长得这么好看 这么不笑的 你要是把我伺候舒服了 说不定 就考虑放了你 我死也不会受这种屈辱的 啊 给你脸了是不是 今天你要是把我伺候舒服了 我就把你一副扒光 挂到大街上 呸 人渣 是 是人渣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人渣 哈哈哈哈 你杀了我 放了我 救命啊 杀了也太便宜了 先让我爽爽啊 啊 救命 放开她 救命 放开她 哟 这是谁啊 原来是穷小的陆林呢 啊 啊 欺负女人还敢帮我妻子 说 我老婆在哪 陆林 你妻子被他们抓走了 他们人多势众 哥哥都不是等先之辈 打我 小心 别打 还敢打女人 就你这两下子还和别人打架呢 啊 我屁 我杀了你 干啥 来 杀我 我今天看看 你有什么本领来杀我 今天 我要当着你的面 好好玩这个娘们 再去玩你老婆 我要是此事不知凡人 要有法力就好了 定可以加大随时万段 啊 圣君队 青鸟恨灾 啊 啊 还妖人呢 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 只会搬救兵 哎 你到底行不行啊 啊 你这青鸟小娘们怎么还不来救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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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吧 疼都叫他大声一叫 啊 啊 可恶 这糟糕的凡人之气 我要是有先神之力 一定会把你撕个粉碎 陆林 神龙圣君 我可以帮助你重新拥有先神力量 妈 疼都叫他大声一点 啊 啊 陆林 你快走 你不要管我 陆林 神龙圣君 我可以帮助你重新拥有先神力量 神龙 你不是已经被我杀死了 我死不了的 我就是你的邪念 我会一直在你体内 那你为什么会出来 因为你有邪念 因为你需要我 你需要我的力量杀了他 快 把我释放出来 让我控制你的身体 这样 你就可以救你的老婆了 给我闭嘴 我闭嘴 我闭嘴之后 你的老婆可是要完蛋了 怎么办 现在如果恢复能量 有一天这个妖念 还会跑出来再次作恶 陆林 你忍心看着 你的老婆被侮辱吗 快 要是现在不做决定 苏宁的性命就不保了 我什么时候见叫这个人 战这么毁辱 陆林 我了解你 快 快把我释放出来 杀光他们 圣君你也敢打 我看你真是活腻了 圣君你也敢打 我看你真是活腻了 陆林 你又找这个女人来救你 你到底有没有能耐啊 够杂种 到时候没有杀你 真是便宜你了 师尊 要不要杀了他 把他下面给废了 让他做个太监 说我老婆在哪 我说 我说 是求你别杀我 好啊 说出来 我可以考虑考虑 我说 别杀我 万一老婆 去死吧 叫我死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看了鬼迷心跳 我再也不敢了 别杀我 别杀我 你说话不可行 人我可以自己找 杀他 陆林 你的妻子 被一个叫青毛狮王的人 给抓走了 现在 在玄冥派中关押 什么 走 去玄冥派 师尊 又要破玄冥派 我们需要先去福西山 找到紫霞仙姑 她那里 或许有破敌之策 好 你先把容小姐 送到容家 回去福西山 找紫霞仙姑 师尊 没有法力的你 自己可以吗 没问题 师父 可离你被坐下 孽楚青毛狮王所杀 徒儿已经发布了英雄令 召集天下英雄 杀贼 替您报仇 可是你的英雄令 自发布以来 就无一人愿接令讨贼 一群贪生怕死之辈 即使无人接令 我自己也可杀贼 自己 你一见女流之辈 无异于 以卵击世人 自寻死路 你是谁 一直养奉英文 陆林 玄龙圣君 你怎么在这儿 我和你一起 驻杀青毛狮 可你不是已经变成凡人 过着平凡的生活吗 那妖孽绑了我的妻子 我定要把她抽筋八匹 好 圣君 我和你一起重整仙剑 叫我陆林 我现在已经不是圣君了 我现在 只是一介凡人 那 陆林 你现在是一介凡人 还怎么收拾青毛世王 我现在的确是一介凡人 身上没有一丝法力 想要杀贼 要靠你和青鸟二人 恐怕还要想些法子 哈哈哈 你们不用白费心思了 我来送你们下地狱吧 我现在的确是一介凡人 身上没有一丝法力 想要杀贼 要靠你和青鸟二人 恐怕还要想些法子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们不用白费心思了 我来送你们下地狱吧 灵虚道长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奉尸王殿下的命令 不对 是新的玄龙圣君之命 来取陆林的性命 顺便也把仙姑给杀了 灵虚道长 仙剑有你这样的屈炎富士之辈 还真是丢人现眼 我丢脸 你都成了一个任人宰割的烦人了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丢脸 现在仙剑 甚至是整个世界都要洗牌了 活着的才是赢家 活着的才有话语权 狗老当 叛徒 任贼做父 我玄冥派是不是也是你杀的 当然了 这前婚锁是我派 用了五百年 耗尽毕生精血锁链 事实上 无人可以打开哦 叛徒 就算没有双手 我也可以杀了 我还有一副 现在你不能动他了吧 混蛋 快给我放开 我偏步 你怎么不跳了 被捆着 我看你还能怎么样 不如 我当着你师父的面 好好爽一下啊 哈哈哈哈 老贼住手 也给你一副 你一个小小凡人 也想在仙人面前叫吧 我看你是活腻了 等我爽完再来杀你 放开我 狗仔你放开我 哼 嘿嘿嘿嘿 宝贝我来了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 宝贝我来了 哈哈哈哈 啊 呀 卑鄙凌虚到场 受死吧 哼 多管闲事 老夫差点就得逞了 不过没关系 今天来多少 我杀多少 你背叛仙剑任贼做父 杀你一瓶众人冤屈 哈哈哈哈 来 你有什么能力 都使出来吧 今天 你们两个小妞 我一块玩 找死 定 狗子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怎么动不了了 这是定身法 点出学位之后 浑身静摆被放 动他不得 你现在变成凡人之后 懂得还怪多了 没错 我又不给他解开 谁也解不开 老银贼 又说你放了我们 看我们如何杀你 真是可笑 既然把你们都抓住了 怎么可能有放开你们的道理 来 先让老傅我玩玩 老贼 住手 你让我住手 你敢叫我住手 我把你找来的两个帮手都制服了 你还敢让我住手 你别逼我 我 你一个小小凡人 我逼你 又能怎么样了 把我杀了吗 我 你一个小小凡人 我逼你 我逼你 又能怎么样了 把我杀了吗 师尊别再说了 都是徒儿们无能 看看曾经不可一世的玄龙圣君 今天落在我的手中 看着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好开心呐 你跪下 给我磕一个头 我可以先杀了你 让你早点解脱 可恶 可恶 陆林 你马上就要死了 你还是不需要我吗 闭嘴 我闭嘴 你难道 要眼睁睁的看着你的徒弟 和你的朋友被这个老道玷污 难道 要看着你的妻子被杀吗 你现在保护不了任何人 你怎么还在嘴硬 陆林 现在 你只需要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上 就可以获得无尽的力量 你就可以保护他们 就可以保护你的妻子 来 把手放上来 陆林 你怎么还在犹豫 你的朋友很快就要死了 你的妻子要完蛋 苏宁 等着我 陆林 你怎么还在犹豫 你的朋友很快就要死了 你的妻子也要完蛋 我说你恢复了法力 也是功力不稳 你动不过我的 是吗 那你就来试试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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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过来 我杀了他 过来我杀了他 杀了他 你现在有这个势力吗 嘿嘿 怎么杀不了 他现在就在我的手中 我也是 我只要稍微用力 我只要稍微用力 立马断气 我劝你赶快滚开 我要是不轻的 那我就杀了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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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不起来 啊 是你的手快 还是我的手快 现在你双腿被废 你就只配跪着跟我说话 你们两个 杀了他 啊 别 别 别杀我 我也是受了青毛世王的威逼利用 才做这样的傻事啊 求求盛检 不要杀我 啊 啊 不要杀我 不杀你 不杀你 我天地的屈辱 哪一起刷 杀了他 别杀我 别杀我 我有一计 愿加工赎碎 什么计 别杀我 别杀我 我有一计 愿加工赎碎 什么计 我知道青毛世王 把你老婆关在何处 那里戒备森严 我可以 跟你们作为那样 带你们救出他 你要是再敢骗我 又该当如何 我若再耍花招 圣君将我魂魄打散 有时不得超生 师尊 此人嘴里没有一句实话 小心中计 无妨 他现在已经功力尽失 在我还手之力 说 我老婆在哪儿 多谢圣君不杀之人 你老婆被了青毛世王 关在一栋破溪之中 那迫虚我知道 周围地形复杂 时不宜迟 走 世王殿下 救命啊 一个要替小子出口气啊 什么事情 慌慌张张 我奉紧的命令 前去驻杀陆林等人 人被杀了 反而差点被咋给杀了啊 你的腿和武功 全被陆林给废了 什么 他不是一介烦人吗 怎么废了你的武功呢 我也纳闹啊 这当我要杀他的时候 一到金光闪过 他就变得如此厉害了 他们现在在哪儿 他们现在在哪儿 我骗陆林说 他的老婆 被关在破墟之中 他们 一黑就快到了 做得好 那里立于埋伏 正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呢 这下 他们死定了 林徐道长 我先治好你的腿 你还去破墟中等待他们 不要让事情败露 我 稍后就到 是 多谢世王殿下 师尊 这都到时间了 那个林徐道长 怎么还没有来 这其中 会不会有诈 别着急 再等等 来了 仙姑 你看他的脚已经恢复了 恐怕另有西强 你对这里比较熟悉 小心他是诈 没事 参见圣君 参见各位女侠 少废话 带路 好 这边请 陆林 陆林 中计了 去死吧 陆林 你中计了 去死吧 小心 师尊小心 搬门弄斧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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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子 我给过你机会 你为何还要骗我 不敢了 不敢了 你别杀我 这次我好好告诉你 你妻子在哪 你屡自欺我骗我 我说过 会让你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轮回 你不能杀我 要杀了我 你妻子就完了 秦王氏王氏是见我还没回去 一定会对你妻子不客气的 我不会再相信你的话了 我这次说的千真万千 我再也不敢了 我这次真的带你去找你妻子 你的话不值得相信 去死 你的话不值得相信 去死 不好 烧火了 这次是王殿下放大火 结果没有回去 要把你们都烧死 可恶 去死吧 师尊 这火势越来越大了 我们怎么办 不要慌 先过 你对这里比较熟悉 这里 还有没有别的出口 烟雾太大 一时间找不到出口 想要找到结界和出口 需要开天眼才可以找到 这个不难 让我开启天眼一关 师尊 望开天眼 恐怕会让进你的元气 你才刚刚恢复精神 气力不稳 一下子耗费那么多气力 会危险的 无妨 现在火势和烟雾逐渐没搭 苏宁在外面 恐怕也会有危险 干不及了 出口在那边 走 蠢货 林区道长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还让陆林他们跑出来了 来什么 败 败姐说 林区道长那个蠢货没能杀死 陆林他们 现在他们已经跑出来了 不久就会到达这里 我命令你去店前截杀他们 务必 要将陆林的人头给我带回来 遵命 陆林呀 陆林 这次我派出的可是刀枪不入之人 看你如何破防 谁 区区凡人 擅闯圣地 大的胆子呀 轻面罗汉 妖界杀手榜排名第一 防御力极强 又有金刚不坏之身 师尊 此人杀人手段极其残忍 已是上古妖魔 又千年危险其踪迹 自从你变为凡人 妖界之门大开 这妖怪就流落了出来 有眼光 武林赶紧跪下乖乖受死 我可留你一句全尸 有眼光 武林赶紧跪下乖乖受死 我可留你一句全尸 浪得虚名之辈 赶快让开 否则我叫你灰飞烟灭 区区凡人 好大的口气 我已修炼千年 素有金刚不坏之躯 而等岂能伤我分好 这样吧 你们三人一人刺我一箭 看看能否伤我 狂妄 青鸟杀了 遵命 速来速来 不虎铁甲山开 好强的内力 青鸟 怎么样 没事吧 太强了 根本伤不到他 我刚才就说了 我有金刚不坏之躯 别说你这一箭 就算是十箭 也伤不了我 还有最后两箭 快来 打完了 我就把你们都杀了 呸 好大的口气 青鸟姐姐只是内力不佳 我一定可以杀了你 仙公 此人内力非同均常 你有蛮力 怕是破不了 好的圣君 我知道了 商量什么呢 无论怎么商量 你也商不了我分毫 来吧 妖医 受死吧 妖医 受死吧 怎么可能 我明明都用了真气 慰藉了所有的能量 都杀不了他 即便你用了真气 你依然伤不了 还有最后一箭 古林 来吧 圣君 你可以吗 此人内力十分厉害 小心被他反噬 区区王八公 还让你这个妖孽吹嘘的神乎起身了 你的两个手下 都已经被我打败了 区区凡人 大言不惭 简直可笑 前面小二 你可站稳了 我这一机 足以让你归天 可笑 小子 你最好是小心点 骗你没来得及抽烧 就被我的真气震得归西了 圣君 圣君 这把剑你拿着 斩他何须用剑 这样吧 你不用剑 我让你打三拳 如何 何须三拳 杀你一招足矣 这样吧 你不用剑 我让你打三拳 如何 何须三拳 杀你一招足矣 封龙贴甲扇 开 降龙掌 降龙掌 你不是让你先机才能使用的技能吗 你怎么会 区区一招你就说不了 刚才你不是说 还要让我两招吗 你耍赖 刚才你偷袭我 趁我不备 这次我定不饶你 师父小心 你 独昏桥 没错 一会儿你的魂魄 就会飞出体内 然后灰飞烟灭 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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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饶了我吗 我 我修了脸 今天 抗徒这东风 就在此雨落 谁又不甘呀 而且 只要你饶我一条命 我呀 就带您去见 七毛是王 然后一起去救 闭嘴吧 你们说的话不可惜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的鬼话了 不先见 唯非坐在包吻妻子 去死吧 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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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饶了我吗 我 我修了脸 今天 抗徒这东风 就在此雨落 谁又不甘呀 而且 只要你饶我一条命 我呀 就带您去见 七毛是王 然后一起去救 闭嘴吧 你们说的话不可惜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的鬼话了 无路仙剑 唯非坐在包吻妻子 去死吧 盛军 我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玄军派当中 有任何力量 我都可以感觉到不同 师尊 我也察觉到了 有一股力量就在附近 我想 师母一定也在那里 找 就算是挖地三尺 也要找出来 是 美女 别指望陆琳能来救你了 我现在就要把你洗干 成仙得道 你别过来 陆琳会帮你抽筋剥皮的 等我吸取了你的能量 这世间 就没有人可以杀我了 我 就是万仙之祖 我配 不得好死 你越叫我越兴奋 不过 你的反抗 都是以卵即食 住手 你越叫我越兴奋 你的反抗 都是以卵即食 住手 你怎么来了 情面罗汉呢 情面罗汉已经被我杀了 放开我老婆 我可以留你个全室 真的是废物 你再晚来两分钟 我就得手了 少废话 拿命来 师尊 你没事吧 陆琳 你怎么样了 没事 他的内力怎么会如此之后 陆琳 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我吃了那么多的神仙 功力早就今非昔比了 想杀我 你还嫩着呢 哈哈哈 妖妮 你杀了我师父 我给你的仇不够代替 哦 玄冥老祖 他的味道真不错 不过 不知道你的味道怎么样呢 我杀了你 仙姑要吃亏 妖妮 我来也 不好 仙姑要吃亏 妖妮 我来也 哈哈 好 来一个我杀一个 来一双我杀一双 可恶 这妖妮好成的内力 这就败了 也太不堪一击了吧 妖妮 我生不能杀你 就算做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哈哈 好 不放过我的人多了 也不差这一个 现在就送你们上路 他们不行 那我呢 对了 还有你 刚才他们上的时候 你怎么不上呢 不喜欢群殴 喜欢单挑是吧 群殴杀了你 不算本事 单挑杀了你 才算解恨 这个逼让你装的可真厉害 我现在就当着你老婆的面 杀了你 少废话 拿命来 少废话 拿命来 玄龙神掌 石头斧 好快的掌 怎么可能 杀你 一掌足矣 我千年修为还不敌你一掌 你怎么这么厉害 邪不压正 像你这种妖孽就该死 你救不了你了 在你们来之前 我已经布下了弑魂大阵 谁都救不了他 什么 弑魂阵 弑魂阵 弑魂阵乃是魔界的弑魂大法 此法甚是恶毒 在阵法内 或者是周围的人 都会被吞噬内力 直到死亡 你们先走 活几个人就可以 师尊 你一定要安全地走出去 放心 快走 苏妞 回来了 我还带你出去 走 没事吧 陆琳 好难受 我 我应该是走不了了 你快走吧 没关系 我想想 一定有办法给你带你出去 陆琳 凭你现在的功力 是出不了这世魂阵的 也需要我来帮你 小妮 好难受 我应该是走不了了 你快走吧 没关系 我想想 我想想 一定有办法给你带你出去 陆琳 凭你现在的功力 是出不了这世魂阵的 你需要我来帮你 小妮 你怎么又出来了 这魔教的世魂大法 需要极为邪恶的力量 才能破解 我就是你的邪念 而你是玄楼圣居万仙之族 你的邪念 就是万恶之族 破此阵法 轻而易举 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要是把你放出来 天天又会大落 陆琳 你爱你的老婆吗 你的老婆 很快就要被这世魂阵法 吞噬所有的精力 不出一分钟 就会气力尽失 而你 还在这里夹以天下大义 陆琳 我和他说 你快走吧 谁要 我要去放你出来 你无法破针 那又该怎么办 你现在只有这个方法可以用 不然 你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 到底要不要放他出来 出来后 何种方法可以牵制于他 陆琳 你的时间不多了 还有三十秒 你还在犹豫 和你的老婆说再见呢 糟了 苏宁中毒过失 再不就就完了 先到了这个地方再说 陆琳 你想好了吗 沈耀 出来 沈耀 出来 沈耀 陆琳 你还是没忍住 把我给放出来了 小妮 快破了此阵 不然我立马斩你 你斩了我 谁来帮你破阵啊 你老婆可是危在旦夕了 少说废话 马上破阵 哼 我这就破 天地轮回 邪魔驱散 试魂阵 破 苏妞 你怎么样了 她是 没事 我们走 陆琳 你说走就走啊 你想做什么 我想怎么样 我不想再成为你的影子 你要成为玄龙圣君 小年 你还真是痴人说梦啊 妖就是妖 妖永远也成不了仙 今日 看我如何收你 收我 你没有漏我的法力 你怎么收我 好啊 那咱们就试一试 好 从今日起 我便是新的玄龙圣君了 没有了她的法力 想把她封印 还是有一点难度 不如诈败 打她的七寸 好封住她的功力 这样她就没有办法了 你没有漏我的法力 你怎么收我 好啊 那咱们就试一试 好 好 从今日起 我便是新的玄龙圣君了 没有了她的法力 想把她封印 还是有一点难度 不如诈败 打她的七寸 好封住她的功力 这样她就没有办法了 鲁林 受死吧 来吧 邪魔装 鲁林 鲁林 你还好吗 我没事 真是不堪一击啊 鲁林 你还以为自己是万仙之祖吗 还好有金中骨铁 归能上我分好 准备好受死了吗 鲁林 你永远也成不了玄龙圣君 玄龙圣君需要有仁德之心 而你没有 我没有 我就是你的邪念 我就是你的影子 是你没有仁德之心 你庞大的欲望滋养着我 现在 我已经不需要你的身体了 我要代替你了 你代替不了我 你永远也代替不了我 不说八道 受死吧 鲁林 鲁林 小心 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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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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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 要不是苏宁来拦我 我差一点就把这个妖妮给杀了 鲁林 别着急啊 你和你老婆都得死 谁先上路都一样 少年终究是妖妮 我本来以为把你放出来 你会痛改前辈回心转移 没想到你还是死心不甘 你这是要一条路走到黑啊 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来说交 你不会还以为自己是万仙之祖吧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可以去转世投胎 否则 我一定让你后悔莫及 胡说八道 受死吧 点神化骨质 你对我做了什么 谁打其次 这是我在上午学习的点神化骨质 用来封住你所有的筋脉 你现在已经功力尽失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怎么会这种功法 这是我在太区幻境学的 专门对付你这样的妖妮 卑鄙 你骗我楼出破绽 妖妮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是你自己 不知道珍惜 圣君 小龙圣君 我求求你别杀我 好不容易才修行千年 我真的不想死 妖妮 你本就是我的邪念所谓 今日我杀了你 就是斩杀了自己的邪念 今日你必死无疑 陆林 你杀了我 你也入不了圣经 杀了我 你会后悔的 放开我 放开他 放了他 我也得死 放开他 我可以放你走 我现在宫里近视 就算放了他 我也走不了多远 你让我先离开 放开他 放了他我也得死 放开他 我可以放你走 我现在宫里近视 就算放了他 我也走不了多远 你让我先离开 好 我带你 臣血贼 斩食药 卑鄙 我刚才 已经让你老婆中了邪恶之毒了 卑鄙 我刚才 已经让你老婆中了邪恶之毒了 哈哈哈哈 玄龙圣君 现在你的邪念已被你斩杀 你体内拥有了万仙之力 好 宋宁 我感觉我会不行了 老婆 你放心 有我在 没事的 圣君 他的毒已经入侵心肺了 十尊 他的毒已经越过心肺 直逼骨血了 我知道了 血脉消毒 血脉消毒 血水褪色 乐丽 太好了 你没事了